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66集 是了 是了 我记得了 去年春天的恩科 新科放榜时 那局在榜首的可不就是苏木白苏公子吗 还蒙皇上下了精证 诏告了数十省的 萧玉若也是一惊 脸上闪出喜色道 苏木白拱了拱手 微笑不语 算是默认了 黄榜重状元 乃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眼前这个封神如玉的公子竟然是新科状元 怎不叫人吃惊 连那一向淡泊的徐芷晴也忍不住多看了苏木白一眼 状元很了不起吗 林婉容心道 老子考大学的时候也是状元呢 再说了 北大的状元才子也还有回家卖肉的呢 你这家伙跑这园中卖兰花 附庸风雅 也好不了多少 庄元呀 原来你是庄元 我长这么大 还真没见过庄元呢 你好你好 幸会 久扬 林婉容热情地握住苏木白的手道 苏木白风度翩翩 点头笑道 小生才学浅薄 只是蒙皇上厚爱 金殿之上点为新科投名 亦是惭愧至极 今日见了这位兄台论兰花 小生更是心生敬养 以后若有机会 还当多向兄台请教才是 听闻这来此献兰花的 竟是新科状元郎苏木白 园子里顿时炸了锅 如果说成王是让人敬畏娇家 那状元则是天下人人敬养 特别是那些赏花赏春的侍女们 对状元有着天生的好感 再见了状元郎生的如此潇洒不凡 顿时心里急跳 大有一见钟情之事 谢谢大家厚爱 状元苏木白刹那之间成了风头最近的人 便微笑着四周打一 其气质和风度皆是第一等的 让人顿生好感 林婉容看得无奈摇头 这兰花本是幸喜幽静 可状元郎倒好 把一个优雅的兰元变成了桃花灿烂 实在有负亚兰之名 见两位小姐对这位状元郎都甚为看重 林婉容拉了拉笑欲若道 大小姐 这状元不是很难考吧 我回去混一个回来 疯狂疯狂 好 要在哪里报名 交多少报名费 有没有考前培训班 肖欲若又好气又好笑的 你这人说些什么胡话 你当这状元是小孩子过家家 那帮好考吗 这恩科三年一开 先是同生应院士 重了的才能做秀才 只知秀才一挂 便为难天下无数的读书人 许多人考了一辈子 却也中不了秀才 而唯有秀才中的钱两等 才能参加乡试 这个叫做陆科 乡试三年一届 乃是各省自行命题考试 过关了才能做举人 这乡试的第一名叫做谢元 只有举人才能参加会试 取三百人做共生 第一名叫做会员 最后才是殿士 由皇上亲自发问 选拔三甲 分次进士 这位苏穆白 乃是连中三元 再由皇上亲自拨为恩科 投名状元 乃是数十万种取其一 你说难不难 哼 要连过四关 还真是有点难度 林婉容打了个哈哈 大小姐又认认真真 打量了她一眼道 不过 你这人若是改了性子 好好读书 以你的聪明才智 连中三元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话我爱听 林婉容嘿嘿一笑 徐芷晴听大小姐 对林三讲解 这些基本常识 心里更是奇怪 这人莫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 怎的连这科考制度 都不清楚 她的学问 是怎么来的 见林三听得出神 徐芷晴笑着补充道 这位苏壮元 在京殿之上 被皇上金口点中不说 却还有更厉害的 历届壮元清殿之后 都是下放至各地围观 磨练之后再加着声 只有着苏壮元 蒙皇上青眼青睐 竟是直接留在了学部 常伴皇帝左右 胜劝正龙 早已献上旁人 如此说来 这苏木白 倒是皇帝身边的 一个大红人了 这小子发达了 林婉容点头想道 那苏木白与众人 寒暄一阵 才走了过来笑道 惭愧惭愧 小生也没有想到 会有如此场面 怠慢两位小姐了 我见两位小姐 见识谈吐 皆是非凡 但不知两位尊姓大名 徐志晴大方一笑道 我叫徐志晴 这位是来自精灵的 肖大小姐 苏木白惊道 徐志晴 莫不是文长先生爱女 京华学院首席教习 徐志晴徐先生 徐志晴落落一笑 算是作答 苏木白急忙 深深一礼道 徐先生大名 小生早已久养 今日一见 更是天仙化人 叫人仰慕不已 这小子挺能拍马屁的呀 林婉容暗自笑道 但不可否认 这苏壮远千功谨慎 彬彬有礼 实在叫人抓不住小辫子 也就他心里嫉妒 看人家不顺眼 园子中的其他人等 则生不起厌烦之心 见园子里喧哗 徐志晴忍不住眉头一皱 对苏木白道 苏仲元 方才那两盆奇花 是你自己培育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苏木白道 见笑了见笑了 这两盆都是有人相赠 今日拿至此处 便是为了寻一知蓝赏蓝之人 能与徐小姐和这位兄台相逢 实乃三声有幸 林婉容听她一口一个小声 实在不习惯 便打了个哈欠道 哇 大小姐 这奇花也赏得差不多了 我要去茅房 两位小姐一起瞪她一眼 须致情道 方才连赏两蓝 实在是惊艳之至 小女子不才 却也寻找了一盆兰花 话音一落 跟在徐止情身边 久未发言的叶宇川 却已掀开一处帘子 微笑道 萧小姐 苏壮业 请看 众人目光往里扫去 只见那帘子里面 放着一盆精致的兰花 花色半橙白 尚有紫红斑点 微向后翻卷 望着便像是一只 展翅飞翔的蝴蝶 苏木白围着那兰花 看了半天 嘖嘖称奇道 天下兰品 皆是有迹可寻 唯有此花 四兰四蝶 美丽难寻 不知是蝶中兰 还是兰中蝶 小姐兰心绘制 却不知从哪里 寻来此兰中几品 这苏壮丸 嘴皮子够利索的 不管认不认识 这兰花 上来就是一阵猛夸 说什么蝶中蓝 蓝中蝶 我靠 直接说你不认识 不就得了吗 哪儿他们那么多废话 林婉容冷哼了一声 冷笑不语 徐止情笑道 苏壮丸过誉了 不知壮丸 是否知道这兰花的名字 苏木白沉吟半赏 摇头道 小生自认也是爱兰之人 只是这一株奇蓝 不要说贱 便是听也未听过 这位兄台 不知你又何高见 他微笑望着林婉容 眼中却是露出 一丝难以琢磨的光芒 这兰花 林婉容也是认的 只不过他弄不明白的是 这分明是一株 变异了的品种 怎么这时代也有人 能够培育出来 这人也太天才了吧 徐止情似乎早已知道 苏壮丸猜不出来 便微笑望着林婉容道 林三 你能说出这兰花的名字吗 妈的 叫人家就是苏壮丸 叫老子就是林三 你就不会叫一声林哥哥呀 他对这状元什么的 本就不敢冒 文言笑道 这个叫做蝴蝶花 也叫蝶花 乃是兰花的变异品种 此花的花瓣 捧心 花蛇 全部成群巨状 貌似飘舞之蝴蝶 顾名蝶花 此株花瓣 蝶化已近五成 乃是名副其实的 全蝶瓣 也是极品之兰 苏木白惊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林三的能耐与见识 实在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大小姐惊喜地望着他红唇清起 想要说些什么 林到嘴边却是羞涩一笑 紧紧抓住他手掌 一刻也不肯松开 林婉容也是心中得意 妈的 今天幸亏是遇到了我 要不然这什么蓝园中的几株旗花 竟无一人能够认得出来 传出去 岂不是笑话死人了 望见他志德意满的样子 徐志晴却是咯咯笑道 林三 你说 这叫蝶花 靠 我还能认错了不成 他点点头挑衅地看了徐志晴一眼 徐小姐眼唇一笑 好笑地瞅他一下 却不说话 那叶宇川笑道 林三 你能认出前两株兰花固然不错 只是这株你却错得远了 这奇品兰花 乃是徐小姐亲手培育出来的品种 尚未取过名字 你叫它蝶花 不是错了又是什么 上当了 林婉容心中暗娇不妙 原来这蝶花竟是徐志晴亲手培育的 还没有起名字 这分明是这小妞耍我呀 没起名字让我猜个屁呀 见打击了林三的嚣张气焰 自己扳回一分 徐志晴脸上也是露出点点笑容 林三 你见识不错 除了这名字 其他的都说得极对 见林婉容不服气的样子 她忍住笑道 这兰花也是我最近才培育成功 还未来得及取名 既然你叫它蝶花 这名字倒也颇为雅致 那好 我便用了你这名字 就叫它蝶花吧 见她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样子 林婉容无奈摇头 女人聪明了 就是麻烦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很高兴 同时 Anfang